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跟大家分享 蛋之派 寻找迷失的灵魂 我们进入土拉学习的第36周 以色列百姓在2448年尼三月14日离开了埃及 在第二年2449年的尼三月1日 会幕树立起来了 在尼三月14日 以色列百姓过了在旷野的第一个逾越节 也是在旷野的唯一一个逾越节 第二年的12月1日 耶和华小于摩西数点人数 12月14日 那些不洁净的人过了第二次逾越节 12月20日 上帝的云彩从会幕升起 以色列人起行 离开了西南旷野 云彩停在了巴兰的旷野 这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扎印位置 蛋支派是在北边 2449年的2月20日 云彩从法规的会幕上空升起 以色列人按照上帝先前给他们的行程安排 从西南旷野出发 那天结束时 云彩停在了巴兰旷野 这是他们按照上帝透过摩西的命令 进行军事编队的第一次旅行 从这张图能看到 在东边是犹大营 西边是以法连营 在南边是流遍营 北边是淡支派的营 首先出发的是东边的犹大营的三个支派 有犹大 以撒加和西布伦支派 后面是戈顺人和米拉利人 抬着账目往前行 第二批出发的是南边的流遍营的三个支派 有流遍西面和家的支派 后面是客厦人抬着圣物往前行 未到以前 抬账目的已经把账目支好了 第三批出发的是西边的以法连营的三个支派 有以法连 马拿西和汴阳明支派 他们和流遍营一起护卫圣明 最后出发的是北边的淡支派的营 他有三个支派 有淡 亚瑟和拿夫塔利支派 他们负责 保卫后方 拉比解释说 因为淡支派的人口众多 所以他们会走在后方 每个丢失东西的人都会归还给他 淡支派也会照顾迷路的人 让他们回到原来的位置 从陀拉的内在维度看 淡支派不仅帮助那些在身体上迷失方向的人 而且还帮助那些在精神上迷失方向的人 这些是在与亚马利人的争战中 首先受到攻击的人 就是那些在后方掉队的人 淡支派有什么独特之处 使他能够带回那些迷失的人呢 淡支派代表了简单而真诚的以色列人 他们没有特殊的血统或者其他崇高的品质 淡支派被描述为最低等的支派之一 是淡支派的以色列人 帮助那些迷失方向的人找回回上帝的道路 事实上通常是那些聪明有才华 出身高贵的人 很容易因为无法解决的问题或困境而动摇 最终离开拓拉的正道 而那些单纯的人带着单纯的真诚和热忱 不做任何的伪装 出现并把迷惑的人带出为正路 变神之物里像淡支派一样 怀抱着简单的对上帝的信心 真诚地对待那些迷失的人 将他们带回上帝的拓拉之路 愿神祝福你对失散迷失的人 怀着像亚伦一样热爱同伴的心 点燃他们灵魂深处的圣洁火花 帮助他们走出迷惑 沮丧和失败的生活 愿你每天点燃自己 成为周遭人的光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让我们一起从西伯来原文 和犹太根源学习拓拉 拓拉是神的教导 人生的指南 欢迎订阅分享 耍弄学人给予一个 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